今天约了一位狗味露面的好朋友 今天最大的诚意是 我带来吃一餐便宜静的 因为便宜静就是我对待朋友最大的一种诚意 这是我现在的心情 就是太阳花的感觉 什么都好 好 谢谢你 好久没见了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琪琪 我看到她的名字已经在她的胸口上了 琪琪那样子 走 我带你去吃性价比高的餐厅 好吃 随便点 不贵 人均才50多 对对对 这是我的最大诚意了 你想这么多 我其他女嘉宾人均10块钱 我告诉你 我不信 今天随便点 没有了 随便点 两位 你在干嘛师傅 木瓜师 木瓜师 我今天就带你飞越泰国 飞越新马泰好不好 第一站先是泰国 OK 像这个凤爪 这种阿姨去扔出来的凤爪 才29块钱 反正在哪 这个香茅大虾 还有你 看哪一个 椰子洞 反正300块以内 随便消费 好不好 真的 不要哦 我觉得你这种感觉是哦 我们会说MV 溟 赵苹 只要用与他们鱼し 没有鱼 OK gosta 你的鱼还是成为鱼 生鱼 canyon 你不用蘸醬 这种猪颈肉应该是新鲜 不是醃了很久,里面的肉会变红色 里面呈现了瘦叉的纹理 这种是猪颈肉,是新鲜的 它是用菠菜汁去弄的 它有点像天婦罗那样的 外面有姜,渣渣的 香不香? 香? 其实它的味道很多 香毛,辣椒,碎蒜 还有九层塔 你们这里的桌子少了一点 大一点就更好了 这个冰沙,我觉得是奶色 是奶色 是奶色 奶香味,雪糕的香味 普通的奶香味很香 谢谢榴梨 很浓 很奶香 像冰虾 像冰虾 很厉害 这个是你极力想吃的 酥皮牛奶 很香 好香 而且它很 esse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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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咖喱 而且它的咖喱 的奶香味 比较突出 好香 不算是咖喱粉很重的味道 这种甜味和香味和滑的感觉 我觉得肉质很厉害 幸好我早点约你过来 你看这个时间六点半还不知道 我已经做完了 我是不是很快 我好像都给你熟仔 但是我都吃榴兰 这个榴兰都挺大块的 你们水下饭汤应该没有这个咖喱吃吧 没有啊,都加咖喱 咖喱粉,葱的咖喱 那种是最普通的 这个叫做冷黄油 斑岚酱芒果吐司 上面有很多花 冷黄油的厚心比较厚 芒果还有斑岚酱 东南亚味的感觉 一口下去,不要看我,很吵 有点油 好,很舒服 很滑 也有点油 嗯,挑战失败 但它的斑岚酱很香 很浓 这个就是我基本上吃到比较香甜 比较浓郁的班兰酱 我觉得这个是有惊喜的 芒果是主角 芒果不酸 甜味不是成熟的甜味 芒果很舒服 这个不错 不想让我下次来 没事 不用担心 只要你见到芒果 你打电话叫我去 我帮你搞定 好吧 我是芒果沙手 芒果沙手 对,相信过 芒果沙手 好脆 很好吃 不要吃 我喜欢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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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 我喜欢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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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真正的海鲜 我喜欢椰子 还蛤 够好吃 吃完了,哪个菜是印象深刻一点的? 煮井肉招牌 那个面包也招牌 那个酥刀比较炸 甜品? 甜品,冰沙 我觉得斑斓的那个吐司很不错 他们的搭配有他们的水果,包括各种香料 其实是泰国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做到这个东西,用回本地的食材也好,尽量食材也好 没有问题的 有很多南鸭的感觉就出彩了 酸酸辣辣的就很开胃 那下次还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耶 就是用,有第二次 耶 耶 OK,好,谢谢机器 拜拜